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佛故 纵无犹退 若观彼佛真如法身 常情修习 彼仅得生 诸正定过 马明菩萨也是念佛求生净土 净土圣贤录里头有他 他是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第一等聪明人 这是真正法大道心之人 他所说出来的就是他的经验 他的方法 他成就了 叫我们 转念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要紧就是转了 转就不能夹杂 夹杂就不转了 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往生 关键就在这 所俗修善根 这一句话 实在讲 包含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全部的生活活动 因为 因为念念的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 穿衣吃饭 待人就一切工作 没有业装不善 穿衣吃饭 也善 善从哪里来呢 因为你那个心是佛心 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在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与阿弥陀佛 与极乐世界 统统都相依 这善根 以这个回向 求生极乐世界 极得完善 所以我们断一切我 不求修一切善 不求别的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绝不求人间的富贵 有很多人到这里拜博了 你问他求什么 求保平安 求发财 求生官 他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求到了 还是搞六道生死轮回 你说 多可惜啊 他能求得到吗 求不到 天天在求 失踪也没求到 为什么 他不懂得求的方法 实在讲 佛事门中 又求必应 没有一样求不到 他之所以求不到 他不如礼 不如法 他当然求不到 很多人在佛福上面前求约 用的什么心态 用的什么方法 贿赂 行贿 跟佛福在谈条件 你保佑我 然后我怎么样来报答你 你保佑我发财 我发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供养你 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无力 你说他怎么会求得到呢 实在讲啊 佛菩萨没有降货给他了 已经很万幸了 他怎么可能求得到啊 其实佛菩萨不会降货 佛菩萨大赐他了 你怎么样侮助他 他修忍如波罗米 他若无其事 但是你决定求不到 因为你的心错了 你这个心呢 误会肮脏了 不清净 不真诚了 这样求佛 求不到 要真诚清净 平等慈悲 那在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这就是决定的完成 后面这一段 常见佛菩萨大赐 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远真三不退 这句话是偶叶大死 在弥特经药节里面讲的 药节实在讲 无怪 映光大赐 赞叹 即使 古佛再来 给弥特经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把药节 赞叹到巅峰 顶点 没有办法 比这个更高 偶叶大死 这个解释 如佛清说 他老人家告诉我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即使下下偏往生 也是远真三不退 远真三不退里面 那个关键的字眼在远 学教的东西我知道 远叫初度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 就正三不退 但是不远 没有圆满 没有圆满 真正的 与人正三不退 以应该的来说 是等着菩萨 他这个三不退 圆满 再破一瓶无名 他就成就尽佛了 他这个三不退 才真正叫圆满 假如把标准放低一点 不要拉得这么高 放低一点 最低的标准 也是七地菩萨 在一般讲的 应当是八地菩萨 八地叫不动低 不退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这样的人 一凭烦恼都没有断 凭着念佛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去就当八地菩萨 这可得了啊 这不得了啊 什么法门能够逼呢 找不到了 真是千经万论就没有啊 一切诸佛刹土 也没有这个事啊 只有这么一个法门啊 口袭 舍佛的人 很多不认识 还有人回报 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假的 阿弥陀佛是太阳神 有人拿这些书来给我看 我说他说假的 我说真的 他不学这个法门了 我学这个法门了 他不相信 我相信 我亲眼看到 许许多多人往生看 那哪里是假的呢 那么说这些话的人 他是什么人 我不晓得 心里想想 只有母后王才障碍 怕你往生 怕你出产阶 用一定方法了 把你拦住 拦住住 大概总是说 这一类的了 故意来掌揽你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信心 一听 心里头 马上就动摇了 这就可怜了 这也是说 这一次 为什么我们要讲 金刚波容 念佛人 不能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的信心 很容易动摇 很容易被人障碍住 没有智慧 对于敬宗的教义 不够透彻 我过去 在美国 洛杉矶 好像是 1985点 那个时候 有人说 戴业 不能往生 查遍 大藏经 没有 待业 往生 这么一句话 有很多人 就查经 查不到 所以在报纸上 发表了很多文章 待业 不能往生 一定要 消业 才能往生 对于 禁宗 海内 海外 起了很大的震撼 十多人 都怀疑 我在洛杉矶 下了飞机 周选德老局司 在机场迎接我 周选德老局司 算很难得了 一大把年纪 那个时候 他八十多岁了 也是一生念阿弥陀佛 他对于台湾的佛教 也很有空气 台湾大专佛学 这个运动 是他 创办 他提到 台湾第一个大学里面 佛学的社团 是他协助建立的 我以为他念佛 还算不错了 就在机场碰到我 法师啊 不得了了 我说什么大师啊 他说现在有人说 待业不能往生啊 那我这一生不就白念了 哎呀 说这话了 好可怜啊 垂头三起 我就跟他讲了 哦 我说原来这种事情 那既然待业不能往生 就不去也罢了 他听了就很奇怪 那怎么不去呢 我说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你晓不晓得 他说我不知道 如果不待业 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人 阿弥陀佛 孤家寡人一个 你去干什么 他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他很茫然 他看看 那为什么呢 还是不懂 我就告诉他 我说等就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没断 那是不是要业 他这才有一点明断 等就菩萨还待业 不待业的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 经上没有说 待业往生 经上有没有讲 四徒三倍九平 这有 这经上有 如果要不待业的话 哪来的四徒三倍九平 佛讲经是讲原则 讲原理 没有说句句话都跟你讲清楚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 你应当要举一反三 四徒三倍九平 怎么来的 还不就待业多寡不一样吗 待的多的品位低 待的少的品位高 不就这个道理吗 这才把他的信心恢复了 老实念佛 决定没错 不能听人乱说 查经 查遍大藏经 没有 大藏经上讲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看见 四徒三倍九平 就是讲你的歌 没有一个不待业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一个不待业 等就菩萨都待业 文殊普贤都去往生 那不是待业往生 这个地方 齐心论的 马明菩萨 龙树菩萨 哪个不待业 龙树菩萨出地 待的业还多了 待的不少了 一定的要清楚 要明了 要透彻教义 没有智慧 被人家几句话 就难倒了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周老菩萨 我真的心里很感慨 他不是初学的人 他学佛 比我年岁久 我们年轻 他比我大 大概要大三十岁的样子 学了那么多年佛 被人家一句话就难倒 你是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所以拨入重要 一定要有智慧 这是能常常见福 决定不退转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原真散不退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